这次国中田径队这次在现运中大放异彩 在各项田径项目当中拿下四金二银一同的好成绩 同时也要代表花莲先参加全国赛 由于多数队员几乎都是从国中之后才开始接触田径运动 教练除了基本功的训练也加入了重信 增强选手们的肌耐力和爆发力 田径队长带领队员彻底做好暖身后 即刻展开训练操科项目 像即将登场的全国田径级标赛来重刺 还好 没有说到很辛苦了 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 为了比比比较大的那些比赛 对 就是我们平常教练出的课表 就尽量跑完 撑完这样 然后在比赛只要跑出教练要的东西 教练就蛮益 那你自己在自己的期许呢 就希望可以在全国赛跑出好成绩 为了成绩吧 拼成绩 目标 那这一次的全国赛会不会害怕 会 之前有比过一个 蛮紧张的 第一次比的时候 那现在呢 现在还好 那是国中田径队最一次现运大放异彩 拿下了四金二银一桶的成绩 并将代表华丽线出征全国赛事 教练也与选手不敢松懈 不论是白米短跑爆发力的训练 还是长跑的耐力强化 在按表操课的同时 教练也开出重训菜单 来提升选手们的体能耐力 所以从一年级到二年级 都是在训练田径队的基本动作 还有体能训练这样子 然后到九年级 当他们体能和技术都很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练一些速度东西给学生 然后这次在花莲现运的成绩 就比一般的学生还要好 事实上由于瑞瑟各国小 并没有田径选手的养成训练 因此瑞瑟国中田径队 运动人才的教育培训 多数都有教练 从头开始土法练钢 激发出选手们的潜力 看见选手对人类速度极限的挑战 以及教练队推广田径运动教育的热情与努力 校长也高度肯定 田径队的话 我们学校就是有开设体育班 所以田径部分有一位专任运动教练 陈明山陈教练 田径一般就是我们 因为瑞瑟地区原住民的比例非常的高 大概有六成五的原住民比例 原住民学生他们天生的运动细胞都不错 所以我们在发展田径的项目 也都是稳定的在发展 今年在仙韵里面也是成绩非常不错 我们得到了四金三银一桶的夹击 即便成为田径选手的资历很浅 不过瑞瑟国中田径队员 凭借着对田径竞赛的热情 努力再努力 冲刺再冲刺 希望在接下来的全国天竞锦标赛中 能突破自己 创造自己的新纪录 记者是欲蓝瑞瑟采访报道